在做瑜伽的时候 在自己的世界里 没有人可以骚扰我 而且舒缓到我的压力 大家好 我是Coffee林千语 我以前是一个演员 然后成为了一个瑜伽的导师 以及一个YouTuber 我现在有个小朋友 所有人都是个妈妈 我当时是一个演员 我会接很多工作 因为我由手大 也是体育多病的 但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有一个小镜头前期 就是子宫出血 当时医生说要立刻做手术 但我依然坚持要继续拍剧 拍剧的途中 因为出血的问题 就送到医院 所以之后我接触了瑜伽 我觉得应该对我的身体负责任 其实当时我接触过不同的运动 当时我接触过功夫 又接触过钢管舞 又接触过钢管舞 但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但我一接触了瑜伽 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觉得是令到我的心灵 令到我的身体 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其实当初我做演员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人尊重自己 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不尊重自己 而且觉得自己很渺小 因为竞争很大 而且又会很迷茫 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而且好像没什么出路 也不知道可以怎么争取工作 但当时因为生病了之后 我就遇到瑜伽 当我做了瑜伽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多人用了不同的眼光看我 他们用了一个很尊敬 用了一个对待老师的态度 我自己会觉得很开心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帮到人 我觉得这是令到我更大的冲劲 令我发展到瑜伽的事业 我都不觉得自己现在是成功 自己觉得可以在一个频道 然后让别人认识自己 可以去教一样自己很熟悉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人不仅仅是很材料 很计较金钱 但是我们也是需要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去为我们的身体负责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尽这一分力 令到这么多人去改变 我会觉得使命感很重 而且很开心 很有满足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